不断跳针重复发出诡异电子音 美国这位民众万万没想到自己走在路上 竟然以为发现一只间谍鸟 宛如机器人碰到水荡机故障 眼前这只鸟以规律的节奏 持续着令人无法理解的声音 犹如传递无线电通讯 吓坏直击路人 影片po上网后累计超过一百三十万人分享 虽然有网友指出这只鸟是八个会模仿人的声音 但也有人认为是机器人卫装成的鸟 民众疑神疑鬼议论纷纷 事实上把动物当间谍早有潜力 俄罗斯总统普丁过去就曾被指控训练白金当间谍 美国军方与中情局以前还曾调照过海狮 在鸽子上装摄影机并研发机器链鱼 甚至早在冷战期间就已经出现外观宛如蜻蜓的昆虫直升机 相同的技术也曾应用在观察野生动物上 不管是活生生的动物佩戴监控装置还是动物机器人 都以间谍为使用目的 如今民众好吵不巧遇到一只当鸡的野生八哥 也让鸟类是不是政府用来监控人民的机器人 这个都市传说引发热议 再来新闻信条报道